你好 欢迎收看3月1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政府举办109年度春季晋天祈福活动 县长徐政委特别来到了寿丰凤临地区公庙进行参香祈福 而副县长袁新章还有个局处首长都陪同礼敬众神明 祈求上昌护佑天下昌生丰衣主使 县长徐政委担任主纪官并且遵循古法参香祈福 依需献花献果以及献财博 并以三桂蛇扣守最敬礼前程敬拜 祈求负责花莲 徐政委也拱手亲切的向乡亲们致意 同时徐政委在寿丰乡碧莲寺参拜之余 特别前往了解寿丰乡老人会馆周边的舰体设施 设置地点关怀社区长者 以花莲各里他们的公园 他们有些有放粮软件 有些大部分都是直接以草坪 因为草坪比较软 所以他们直接把那个体检设施就放在那边 儿童游戏设施是必须要有软电 那就是充分的应用这一块 然后也要考量到后续不影响那个合成计划的形成 还有你要看你这个的一个木板树 黑板树 那个计划准了之后这黑板树会做移植 今年度春季祭天祈补活动第三天 县长徐政会非常感谢先议员 以及地方明代绅士前来共襄盛举 为花莲县祈福永保安康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